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秘语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宗震撼的事件 前阿伯克隆比与费奇首席执行官迈克·杰弗里斯 因性贩运指控被捕的案件 这位曾经风靡一时的时尚高管 与其伴侣和一名同伙一起 被指控进一个利用年轻模特梦想的性交易网络 根据检方的指控 他们诱骗男性参加毒品充斥的性派对 并在这些派对上进行剥削性行为 这起案件不仅揭示了杰弗里斯 如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 来满足个人的性需求 还引发了对时尚界性别不平等 及权力结构的深刻反思 随着该案的进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受害者站出来揭露这一切 这使得事件的影响范围愈加广泛 不仅如此 检方强调 这起案件是对所有试图利用其职位 剥削他人的人的一个明确警告 这些指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时尚界的黑暗面 以及剥削行为的普遍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真相与影响 在时尚界的光环之下 一个充满阴暗与操控的故事被揭示出来 前阿伯克隆 比与废奇 Abercrombie & Fitch的首席执行官迈克 杰弗里斯 Mike Jeffries 因涉嫌经营一个庞大的性交易网络而被捕 这起案件让人们重新审视权力与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也引发了对这一行业潜在问题的广泛讨论 这一事件的起始可以追溯到2008年至2015年 当时杰弗里斯与他的伴侣马修 史密斯 Matthew Smith 以及他们的合伙人 詹姆斯 雅各布森 James Jacobson 利用其职位和财富 建立了一个国际性贩运和卖淫的网络 根据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起诉书 他们以模特工作的名义 诱惑年轻男性参加这些性派对 承诺能为这家曾经宏极一时的零售商拍摄广告 然而 这些派对内幕却充满了毒品 荒诞和强迫的性行为 布鲁克林的美国检察官布里昂 皮斯 Brian Peace 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这个案件应该让那些想利用 试镜沙发系统剥削他人的人受到警醒 年轻男性被引诱进入这些活动 他们的参与并非出于自愿 而是被迫进行性行为 有的甚至未经同意就被侵犯 参加者被要求交出手机和衣物 并在事后签署保密协议 这一切无不透露出控制与威胁 这些指控呼应了之前媒体和诉讼中提到的 性不当行为 年轻人曾表示 杰弗里斯承诺提供模特工作 却迫使他们进行性行为 据起诉书 从纽约到摩洛哥的性狂欢派对中 参加者被提供毒品 润滑剂 避孕套 性玩具 甚至有时会注射引起勃起的药物 这些药物会导致痛苦 且持续数小时的反应 这些年轻人被告知 这些活动将有助于他们的职业生涯 特别是在阿伯克隆比的模特工作上 这种以梦想未诱饵的方式 让人心痛 杰弗里斯的律师布莱恩 比伯 Brian Bieber 表示 他将在法庭上 而非媒体上详细回应这些指控 而雅各布森的律师 则未作出回应 三名被告 在佛罗里达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法院出庭 面对性贩运和跨州卖淫的指控 涉及15名未居民的控诉者 这些指控 不仅揭示了时尚界的黑暗面 也让人们对权力和性之间的关系 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阿伯克隆比与费奇 曾是千禧年初青少年购物文化的风靡品牌 以其新潮的学院风格 和性感的广告而闻名 然而 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该品牌的受欢迎程度开始下滑 杰弗里斯于2014年离职后 公司的销售额已经下滑 对冲基金也迫使董事会更换它 在此事件曝光后 阿伯克隆比表示 对这些指控感到震惊和厌恶 并强调对任何形式的虐待 骚扰或歧视持零容忍态度 阿伯克隆比与费奇的历史 可追溯到1892年创立的 狩猎和户外用品商店 当杰弗里斯加入公司后 他将其转变为一个时尚潮流的象征 他曾公开谈论 公司如何追求那些能穿上其衣服的吸引年轻人 但这种对外貌和身材的过度关注 却让许多不符合品牌形象的顾客感到疏离 这一事件为时尚界敲响了警钟 提醒人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警惕 警戒任何形式的剥削和不当行为 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机遇的行业中 年轻模特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杰弗里斯的案件无疑是冰山一角 许多尚未被揭露的故事仍在等待被讲述 这些故事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 更关乎整个社会对性别平等和人权的认识与反思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发展 公众的关注将继续集中在 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以及如何保护那些最脆弱的群体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 再次提醒我们权力往往被滥用 以满足个人欲望 杰弗里斯利用其职位和资源 构建了一个性剥削网络 这与古罗马时期那些滥用职权的腐败元老 可谓如出一辙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这种行为都无法被容忍 这些年轻人本以为自己能获得职业机会 却被推入了一个噩梦中 这不仅是对法律的挑战 更是对人性的考验 哎呀 楚天书 先别太快下结论 虽然事情看起来很糟糕 但我们也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 等候进一步的法律审判 毕竟历史上也有不少因为舆论压力 而最终无法获得公正审判的例子 比如当年的德雷福斯事件 就是一个典型的冤案 而且 现在这些指控才刚刚浮出水面 谁知道背后有什么商业斗争呢 我们不能只看表面吗 谢琪琪 我当然同意法律程序的重要性 但这些年轻受害者的证词 与案件文件中描述的细节 如此吻合 不禁让人联想到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茶壶山丑闻 那可是揭露权力腐败的一个典型案例 当权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掩盖罪行 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让历史重演 我们不能对这些受害者的故事充耳不闻 更不能把这看成一场单纯的商业斗争 好吧 楚天书 我承认这个案子的细节确实让人毛骨悚然 但我们也得考虑这些公司高管面对的压力 记得当年安然事件吗 那时许多公司高管因为市场竞争和压力走上了不归路 或许这也说明了零售行业的残酷性 而不是单纯的个人道德问题 当然 我不是为杰弗里斯辩护 只是希望我们能对整个行业的结构问题 进行更深入的反思 谢琪琪 你的观点很独到 但这更像是一个职业道德的缺失问题 而非行业问题 看看那些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的商界领袖 他们在困境中选择道德和责任 而不是逃避 这些事件让我想起了大文豪查尔斯 狄更斯比下的角色 总能在逆境中找到良知 与其寻找外部借口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个人的选择和价值观 嘿 楚天书 我们可能在这一点上永远达不成共事 不过 你的观点让我想到另一个故事 在现实中 经常有像 吸血鬼猎人巴菲 中那样的角色 这些英雄虽然身处黑暗 但总会有光明的一面 而这个案件或许也会让行业迎来新生 让更多人站出来 揭露不公 谁知道呢 也许那些默默无闻的模特们会成为真正的英雄 重塑这个行业的未来呢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奇奇的辩论 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并且深刻探讨了权力滥用 法律程序和道德责任等一体 这场辩论不仅涉及该案件的具体情况 也延伸到了社会对于类似事件的反思于未来的展望 楚天书的理论清楚且有力 他强调了权力的滥用 如何对年轻人的人生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他以历史案例作为支撑 指出人性中的黑暗面和法律的脆弱性 并呼吁设会对受害者发声 这是一种强烈的道德立场 彰显了对正义的坚持 然而 楚天书在情感驱动下 或许对法律程序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考虑不够深入 使得他的观点 在某种程度尚显得过于极端 相对而言 谢奇奇的观点 则显得更加慎重 且具有建设性 他不仅承认案件的严重性 还呼吁大家在未来的法律审判中 保持客观和理智 他的论点强调了商业环境中的竞争压力 与道德选择之间的矛盾 并试图引导观众 思考型业界构性问题 这样的思考方式 不仅让辩论更加全面 也提醒我们 不应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为个人行为 然而 谢奇奇的论点也有其局限性 他过于强调环境的影响 容易让人忽视 个人在面对困境时的道德选择 虽然环境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行为 但如楚天书所言 良知和道德责任 同样是个人必须承担的重担 若过度依赖外部原因 可能会削弱个体 对于自己行为的责任感 总结来说 这场辩论引发了我们对于权力 法律与道德的深刻思考 楚天书的激烈立场 促进了对不公行为的关注 而谢奇奇的理性回应 则提醒我们 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 要保持冷静于客观 两者的观点相辅相成 为我们理解此类事件 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 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探讨 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 这样高水平的辩论 促进社会对于 正义的思考与追求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inevitable 参与ED